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們的金莊艾瑟拆解金融密碼 今次帥爾說要復唱 關於武漢肺炎 現在好像證明了 證明了世衛 新的名字 我忘記了 Covid-19 Trial virus 類似的 類似 不知如何是2019 別管 士Sir這方面有些補充 其實這一集主要是說 現在中國 面對兩場 都近代史上的生態災難 生態災難 但我們仍然都很勇敢 為了不阻礙 大家一睹我們的風彩 所以我們決定不戴口罩 是不是很開心呢 另一件事是什麼 另一件事就是非洲蝗蟲 非洲蝗蟲好像沒有什麼 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怎麼沒有什麼 非洲仍然是緊急狀態 是嗎 現在在巴基斯坦 也是緊急狀態 好像不是說有個喜馬拉雅山很高 那些蝗蟲飛不過來 新疆那邊飛過來 即是沒有黑麥瓜 兩個災害 跟大家拆解一下 中間有沒有關聯性 或者是否真的有些術數的大限 另外呢 我要講一講 就是我們偉大的節目 有機會 有機會是要加價 為什麼呢 話說我最近在幾集的留言 看到有一個人輕 就 留一些字眼 就說我經常講錢 很討厭 因為我教股票班 即是我是一本 財經雜誌的社長 的話事人 炒股邦 通常呢 我收到你的錢 你之後就會發覺 在我的資訊裡 找到更多的東西 這個節目的原因 也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一個 錢的往來 其實怎麼說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Isaac 就越來越忙 我也不是很空閒的人 要我們周居勞動 去找一些資料 去幫你 想一些你一輩子都想不明白的東西 這些是智商的問題 是需要給多少代價的 所以 如果你計算 其實我真的沒有收過這麼便宜的錢 但是 我也想在一個 財經節目的頻道 Skyfine 這個財經台 有多些新的東西 我只不過是 純粹維持一個 正常的節目營運 請到Isaac Isaac都要居馬費 他也是 答應我做 現在還不讓他放逼 好似的 尷尬 沒有辦法 坐程車來 坐多遠 Skyfine 要一個多小時 找司機接他 都蝕有錢 不行 所以一定要大家 避免營運成本 會有一些調整 幅度不大 不斷移動 另外 如果大家 有一個按鍵的衝動 我還想看回我們之前的集數 或者怎麼樣 趁現在這個好價 就賣長一點 就不是貴度 可能一夜半年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個禁止 之後就會 一個新的收費形式 所以這集很重要 我估計這集 見街的時候應該有多少 應該有三月 如無意外 差不多二月尾三月頭 好了 那我們 蝗蟲 和武漢肺炎 有什麼特點 先讓他們 按鍵 這兩個災害 武漢肺炎 先說了一集 首先就是 蝗蟲災 關我們什麼事 他最害怕的就是 非洲那些 非洲那些 怎麼哭哭哭忽 香港人實不理 一如以往 都是這樣 對不對 我猜你都是這樣想 但是呢 如果那些蝗蟲去到印度 那就糟糕了 最大的進口角 一不夠吃的話 印度是最多人吃飯的國家 一不夠吃的話 全球都不夠吃 那件事是這樣 那如果他真的飛到來中國 會怎樣 真的飛到來中國 那又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他會染上這個 肺炎 這些廢話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武漢肺炎 經過了 到現在呢 相信是 去到三月尾 就尾聲了 嗯 現在都還是 很 在搶救 那些人 現在的口罩都下降 那些刺子 抄不起 但是那件事呢 就是說 這個武漢肺炎 他不是單純地令到這個經濟停頓 就是很多人說 那 經過這兩三個月呢 整整年的經濟一定是有很大打擊 然後很多 很多那些飲食業 就已經在倒閉 嗯 但是呢 這件事呢 就不是單純地 降低的經濟 而是它是令到經濟轉型 好 那我想問一句 因為我常常被人問 我常常被人問 我這次呢 有機會問回人 你會不會修正恆子的看法呢 因為你一批付費的內容 都講到不知三萬八至四萬 恆子的看法是 其實是跟美國多關係大一點 美國正在上升 錄音期間就回了兩天 不過我都覺得它會繼續破頂 因為不需要擔心 那 還有肺炎呢 其實是影響到中美貿易協議 一人再說 嘩 嘩 非常精彩了 你沒理由不禁制 我覺得 剛才我看到這些資料 跟薛sir 開完會 夾完才做這個節目 我都看到 原來黃蟲是這樣的 原因 沒有得吃 之後你也要繼續賣米 不是因為 現在武漢肺炎 超級市場的米都被人掃 是有些更嚴重的事情 會出現 那是什麼呢 然後有什麼新的 你想不到的 要團職呢 我告訴你 好了 待會見 好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